17. 大公報 將參觀抗戰管路溝橋人民英雄紀念碑京港學紙緬懷革命先烈 2015年7月22日港民A 09 香港中學生從走抗戰之路 經港中學生從走抗戰之路活動今天下午在北京啟動 40 月名經港兩地中學生參加了啟動移職 活動主辦方有關領導向經港兩地學生代表授期 大公報記者將寶峰北京報導經港中學生從走抗戰之路活動 由大公報 北京海外聯議會 北京市海澱地區海外聯議會主辦 由北京香港政府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協辦 活動將持續至7月23日 活動期間 經港兩地學生不僅將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盧溝橋 人民英雄紀念碑 環章參觀老舍茶館 鳥巢 水立坊 國庫村等體現北京文化特色的新老地標 此外學生們環章參觀北京大學 中關村創業大街等地 攀港生了解歷史與國情大隊團長 大公報副總經理田志偉在啟動儀式上致辭時表示 為加強香港與內地青少年對日本侵華報行及中華兒女抗日救國的歷史認知 令他們不忘歷史 明記國恥 緬懷先烈 珍惜和平 大公報特主辦此次重走抗戰之路活動 大公報時押今為止發行時間最久的華民報紙 中華民族八年抗戰史 也是大公報史上最顛配流離 也最輝煌燦爛的一段歷史 八年之中 大公報六義奇館 從未在侵略者鐵提下出版一天 大公報人始終已不錄歷史文將報國的深切情懷 衝在抗日戰爭報導的第一線 一此次發出鏗槍有力的時代強音 此次重走抗戰路活動來到北京 我們看到當年讚舍抗戰經典之作的著名記者 張黃雲生 蕭幹 呂德潤 朱啟平 范長江等 後來陸續到北京擔任要職 北京堪稱本次重走抗戰路活動的重頭 希望香港眾學生能夠通過此次活動 進一步了解歷史與國情 感受祖國的發展變化 為建設祖國貢獻力量 並與北京的同學多開展思想交流 共同收獲友誼 提醒勿忘歷史珍惜和平 北京海外聯議會稱委會副秘書長楊斐在致辭時也表示 希望香港同學能夠通過此次活動 增進對祖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的了解與認知 充分感受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 並希望經講兩地學生能夠共同名記歷史 緬懷先烈 珍惜和平 珍視未來 同時增進彼此交流 凝聚更多共識 我相信通過此次重走抗戰之路活動 香港與內地之間 尤其是兩地學生之間 一定能踏見起身的溝通橋樑 來自香港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的了書 而在代表香港中學生發言時表示 1937年 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當時作為英國的殖民地 香港並沒有自身事外 不少支援抗日的團體在香港紛紛成立 無雜物資和資金支持抗日 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之際 我們從走抗戰路 就是要提醒自己密忘歷史 珍惜和平 此次活動亦給經講兩地中學生一個交流平臺 同學們一定能從活動中獲取寶貴經驗 並肩負起全城歷史的責任 北京中學生代表101中學的孫紹晴在發言中也表示 七十多年前 中國的將是門粉擁抗戰 用自己的血肉之驅和愛國精神 為中華民族足起了北倒的長城 八年抗戰 中獲勝利 這是中華民族歷經百年屈辱後的第一次全面勝利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次重大勝利 此次參加重走抗戰路活動 我們必能接受一次歷史的洗禮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分圖 北京的同學也必將與香港的同學一同學集交流 一喜有所收獲 啟動儀式現場 經講兩地中學生還動同觀看了紀錄片一份報紙的抗戰 尋找方大爭 了解大公報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獨特作用 領略了以方大爭為代表的眾多大公報著名記者在筆錄歷史 文章報國過程中所經歷的卓絕人生 同學反應香港勞德會西門英才中華廖書而 我特別期待參觀抗戰紀念館 我覺得實地參觀一定會比課本上了解的情況更加深刻生動 盧溝橋是便是全面抗戰爆發的度火索 而且北京的抗戰愛國氣氛也會影響全國 因此北京在整個抗戰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還特別期待能夠去天安門並品嘗著名的北京敲鴨 北方交通大學附屬中學劉悅恆 重走抗戰之路活動第一天 與香港眾學生一起觀看了第一位報道9.18 事變的大公報記者方大爭的故事 我個人一直很好奇香港學生眼中的抗戰 在八年抗戰歷史中 北京是一個充滿抗戰故事的地方 我和我的同學非常願意和香港眾學生交朋友 盡地絕之意 向他們介紹北京 介紹我們所知道的抗戰 香港保良局賀任堂中學馬真華 雖然抗戰時期的北京不是抗日根據地 但北京在抗戰中有後銀 的軍事價值 我十分期待能在北京之行中多結式內地朋友 與北京的同學們一起參觀盧溝橋和苑平成 加深對抗戰故事的了解 勉懷當年的英雄先烈 同時我還希望能夠在北京這套鼓刀多酒酒多看看 品味一下北京 北方交通大學附屬中學業來 自己以前也去過抗戰管和苑溝橋 但這次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日子裡 與香港同學一起重走抗戰路 感覺更有特殊的意義 我對未來幾天的行程充滿期待 我特別想了解香港同學是如何看待抗戰歷史 以及他們的學習生活 我期待通過這次活動 能與香港同學成為好朋友 在影片下的程式上 評估多謝 評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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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伯